新店 我今天呢 要到這個新店 跟三峽交界這邊的一個 叫廣造禪寺 日月洞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一個 以前一位高僧 廣青老和尚 在這邊閉關 的一個洞穴 然後之後建成了一個 寺廟 這輛車好多 比較難解說啦 然後我今天這個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到日月洞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會經過一個砂石場 就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進去之後就可以到日月洞啦 然後這邊叫廣照禪室 然後我們就要從這邊 從這邊一直上山 從中間那個地方上山 然後來這邊要很小心 因為這邊很多這個算是砂石車 來來去去 然後我以前第一次剛來這邊的時候 會想說到底要怎麼到達日月洞呢 然後我問這邊的人 那他們就說從這邊一直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叫做聯吉吧 聯吉公司 黃冠科技公司這裡 然後就從這邊一直走 一直進去 可是要小心安全啦 因為這邊人家在工作 這邊我之前有查 算是一個 砂石的處理這樣 然後從前面走 從前面過去 哇 好大的機具啊 好大的機具啊 這邊也是 喔 一直在廠房啦 然後就要往前面走 不要從這裡喔 從這邊走 一直上去 然後從這邊上山呢 到這個日月洞呢 還有滿長一段路啦 那除非你真的想運動爬山 那你就早上來 早上來從剛才那個地方 沙石場這個入口 一直走上去 那你如果不想的話 你就開車 或者是騎車上去 那你如果不想的話 對 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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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到了! 這邊就是日月洞 日月洞的這個 算是登山口吧 待會要爬這邊樓梯上去 然後這邊有 有寫 日月洞 然後這個 這個登山步道 這個非常陡 以前來的時候爬覺得非常的累 上次來爬也很累 可是我上次 上去的時候 我也沒有多提這邊 這邊的一個情況 像為什麼來這裡 然後這裡有什麼 特別的一個故事 都沒有提 那我們現在就簡單的來提一下 關於這個日月 日月洞這裡 廣照禪寺 以前是沒有廣照禪寺 主要是 以前有一位 就是廣青老和尚 他是清光緒18年出生的 然後他在福建那邊 應該算那邊出家吧 然後在那裡閉關 他很有名 他閉關的時候呢 因為沒有東西吃 那像猴子會送 果子給他吃 那有時候 他真的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他發現那個樹鼠 樹鼠他就埋在土裡面 然後吃一半 然後再埋土裡面 然後再打坐 再入地 然後出地的時候 然後再把樹鼠再挖出來 然後再吃掉一些 再埋進去 這樣過日子 然後他閉關的這個洞穴裡面呢 曾經是老虎洞 很難想像喔 福建 福建這地方竟然有老虎 然後老虎也沒有傷害他 然後之後呢 老虎還會帶小老虎 到他那洞那邊玩 所以 我是稱他為福虎大師啦 福虎大師 那 也有人說他是羅漢的化身這樣 那他以前就在我們上面這邊 閉關 那那邊有個洞穴 那叫日月洞的原因是說 好像 日光 太陽出來的時候 光會射到那 那月亮出來的時候 光也會射到那 所以叫日月洞 然後這個 現在就整建成一個 叫廣照禪室的試驗 那也是屬於成天禪室 那這邊地理比較特別啦 地理啊 也就是說這個山上 翻過山之後就是土塵 可是我們剛才那邊 砂石場那邊 進來那個地方 那邊是怎麼講 繼續往前走的話 就到心殿 然後往另外一邊走 就是往三峽侏羅 然後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交界 有時候有些人會講心殿 日月洞 有些人會講 三峽日月洞 那我們待會上去看看 看他門牌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一時也忘記了 因為這邊是等於說 三個地點的交界大 那我們現在又爬這個 這個階梯上去 這個階梯是比較累的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然後爬這個 這邊算很陡啦 記得我之前還有一個影片 是看到觀音山 觀音山是很長 很長那 不見得很陡 有平緩的 有陡的 但是觀音山那邊 這個石佛步道 爬起來太累了 然後 在這裡呢 這邊是陡 沒有錯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長 那也是蠻累的 然後 基本上 照理講 大家應該是先看到 我分享這個日月洞的影片 然後之後才會看到觀音山影片 那爲什麼 爲什麼 會先看觀音山影片 現在 才會看到這個 日月洞的影片 因爲 日月洞影片 就是 鏡頭無損 然後 拍的大家也搞不太清楚 我到底要幹嘛 只知道 我像這樣爬山 很喘很累而已 所以 今天就是 來重拍啦 像現在 走一下 這個比較陡啊 邊走邊講話 就覺得有點喘 很累 那 以前呢 以前來這裡呢 當然 也是 發現這附近有南港城 南港城 那南港城我最近都有分享 只是說這裡齁 這裡的 母岩 沒有含什麼化石 但是呢 往山上爬 往山上爬 到那邊 到寺院那邊 往那個地方走 有一個地方 有個觀景台 那邊有少量的化石 唉唷 才走一下子 我講話就快不行了 看來是運動量不足 然後這邊 母岩特多的啦 像這種齁 也算是南港城的母岩 只是 是否有含化石 就 不得而知啦 感覺 好像 比較沒有看到 好 那我就專心爬一些齁 因為待會我們要上去拍那個 廣青島河上那個日月洞 然後我這樣 邊喘邊講話 也好難講 很難講 我先爬一爬再說 好 這邊山壁 有個星金啊 波羅蜜多星金 擱在步道上 我看這個 久了就會變成古蹟啦 變古蹟 這是南港城的母岩 簡單看一下齁 沒有化石 然後這邊 應該是快要到了 在前面 所以真的很陡 那邊好像可以進去 從那邊進去 然後只是呢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開 然後 裡面如果師傅在 這個講話 也不能太大聲 待會就看著辦好了 喔 到了 哇 糟糕 關起來了 暫停對外開放 簡單看一下 裡面齁 這個 這裡就是日月洞 日月洞 那既然這邊 不能進去的話 我可能啦 看影片怎麼剪 可能把之前的齁 那個拍攝的片段 剪進去 那或者是 或者是 哎呀 或者是什麼 反正 有可能剪進去啦 那如果沒有剪呢 我們現在呢 我就 到這個 後山 後山 看看好了 哇 這邊也是腰太累耶 這邊很熱 不知道很累啦 然後這邊 一直爬上去 翻過山呢 可以通到這個 沉天禪寺 爬到土城去 然後我們現在 走另外一條步道看看 我記得 附近有一個步道 可以通到一個觀景台 哇 很痠喔 前面那裡齁 就是砂石場啦 其實它名字不叫砂石場啦 我忘記叫什麼了 我在附在影片裡面 就前面那裡 然後一直進來這樣 那因為現在防疫呢 沒有開 還好我之前有拍啦 只是我覺得拍得不好 想重拍而已 好了 這一段我就不拍啦 反正上去以後看怎麼樣再說 這裡陰陰生生的 沒有人來爬山 這裡以前好像走過一次吧 還是兩次 還有路啊 我以為這邊就OK了咧 這什麼 哇 海膽咧 這個 竟然這裡這塊母岩有海膽 帥喔 這塊母岩 只是這個我也不是很確定啦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不是就糗 因為怕說是這種有沒有 什麼水泥灰啊 沾連上去還是怎樣 因為看這個形狀 感覺很像 但也可能不是啦 哎呀 糗了 看來這不是 高興了一下 應該不是海膽啦 因為很多白白那些人工的東西 所以 竟然連這個也會騙人 爬那麼累還會被騙 哦 再爬這一段 看看後面通到哪 太久沒來了 這裡有巨大母岩 其實這一段應該都算是南港城啊 只是 不含化石啊 這裡還有音樂 這裡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 完全 哇 這個拍照危險就是這樣 因為你要看鏡頭拍 腳沒有踩好就會 拐到 危險的話 更危險就十足了 所以拍這個要很小心哦 大家不要看這個 以為拍影片很簡單 前面還有一個 大的 大山壁 這邊我完全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有這樣 超大的山壁 其實剛才音樂那個不知道在哪裡 竟然是這樣繞 這邊好像有裝那個喇叭什麼的 有音樂 可是 怎麼一下又沒了 播一下就沒了 而且看不到喇叭在哪裡 好奇怪的喇叭設計 看不到喇叭 竟然有聲音 前面有個涼亭 這邊有一個平台 叫做望月亭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完全沒有印象 早就忘記了 以前可能有看到吧 來這邊就一次而已啦 來一次 這邊是幹嘛 退伍軍人整地 然後這邊 這裡有一些指示標誌 我剛才沒看到 因為這邊的路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這個到哪裡不知道 這到哪裡我不知道 剛才有這個大哥在那邊爬山 然後他們說這邊往天上山 好像可能我以前都爬這裡 可能啦 然後這裡 這邊有地圖 地圖 望月亭 其實這個看不太懂 然後這邊 這裡也可以走 等於說這裡很多條路喔 有四條 這邊是下山 這邊有一條 然後 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條 這邊是上坡的 所以現在已經 三點半了吧 而且這邊暗暗的 爬上去等下回去的時候 一片陰暗 所以我不會走這裡 我今天準備 走那裡 天上山 去看看 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 以前那邊 有少量的化石可以觀察 這邊還有岔路咧 這邊還有岔路咧 那往哪裡呢 這邊望月亭 甘露公園 今天時間不夠啦 好像是這裡 是不是有觀景台 來看一下好了 好 累人啊 可能是吧 不太確定 好 嗨 怎麼走呢 那邊可以走嗎 我不知道 太久沒來 不過這裡好像有點印象 這樣逆光 喔 這裡風景也不錯 這邊算新店了吧 這邊山 那邊是山下 山上風景就這樣 喘歸喘 累歸累 不過蠻值得的 我爬上石頭啦 站在石頭上面 剛才這邊 簡單觀察一下 沒看到什麼化石 前面好像還可以稍微走一下 這邊就 要很小心啦 因為這個 一隻手要拿攝影器材 然後只剩另外一隻手 可以扶而已 這邊岩石是也有 但是就是沒有化石 所以呢 要找南港城的化石 就是要像我 講的那個 像水泥塊啊 比較硬那種 比較有機會啦 機會比較大 然後 難道是這裡嗎 難道是這裡嗎 唉唷 也不像 不是 好像不是這裡吧 哇 這裡也是 腰太累耶 這個不知道 也是應該通到剛才山下那裡 然後 前面那邊呢 那邊都是新店 新店了 新店現在 有的地方都建一些別墅啊 都建在山區啊 這裡齁 我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有啦 剛才那裡有來過 有沒有爬到這裡我不知道 忘記了 因為記得 以前呢 我來爬 有一個平台 它是有那個柵欄圍起來的 這個沒有柵欄 所以應該不是 這個下坡 危險啊 好啦 我稍微再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平台 因為以前那個 平台那裡齁 有母鹽 還有少量的貝類化石 那今天跑了那麼遠 爬那麼多山 好歹也拍一點化石吧 好 我們現在往天上山 這邊走 因為我記得以前那個平台 也沒有那麼快到 所以我剛才看那個地方齁 視野雖不錯 但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 繼續往這邊走 天黑也還好啦 因為我今天有帶手電筒 哇 這裡超陡的 這裡 45度有了 這邊 這邊 要慢慢走啦 因為 硬爬的話 爬太快 只要鐵腿 鐵腿 就是鐵腿 就是二頭肌這樣變硬 然後變硬 有點像筋軟的感覺 不過你如果當兵的時候 誰理你啊 鐵腿 所以 照樣跑 然後隔天又很痛 又照樣跑 其實那樣是 你說對或不對很難講啦 你如果打仗的時候 說真的 你跟敵人說你鐵腿不能跑 不然會溶肌什麼 肌肉什麼溶解 真的 誰理你 所以那也是一種訓練 平台好像到了 沒錯就是這裡啦 來看看吧 好 到了 就是這裡 這邊就是 以前 我看到的平台 然後這附近呢 曾經有化石 我有觀察過 那待會會再找一下 然後這邊三峽呢 遠方 遠方那邊 那個是 觀音山 我記得這邊以前 也可以看到陽明山啊 待會從上面那個平台看 就可以看到陽明山那個 那個大雪 那這邊山下 山下的風景 那那邊前面是大汗溪 這邊就天上山啊 這邊 這邊有牌子 這邊 空前很好 前面那裡就是 陽明山那個 文化大學啦 不過很遠 今天看不太清楚 好 發現了 這邊有一個貝類的化石 很少啦 因為這邊算是 南港城的地層 所以 有化石是很正常 但是 並不見得有 化石的沉積層 所以 偶爾會發現有化石 那就在 天上山這個石頭上面 有一小片 有一小片 有化石頭 路面有化石頭 有化石頭 有化石頭 在外面 那裡 有化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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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的大陸 與房子 有化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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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 人 好啦,現在準備下山了 這邊風情很棒 這個雖然剛才爬那段很累 但是蠻值得的 現在休息一下 就覺得不累啦 那這邊的化石呢 就只有剛才看到那個 其他的好像沒有發現過 然後這邊,這個涼亭這裡 這邊好像也可以下山 也是可以通到那個童花公園 土城童花公園 這邊是很陡啊 我就不走這裡啦 因為我那個車子沒有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必須回這個日月洞那裡 從那邊回去 好,大哥,我剛才走 我要去日月洞 我去日月洞啦 我去日月洞啦 日月洞叫做廣照餐 以前有一個廣青法師 廣青什麼?廣青什麼?廣青什麼? 廣青什麼? 對啊,就是山腳的 那個什麼 沉天蠶式的藝術 他以前在那邊 那邊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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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月洞 因為現在市廟 要怕什麼肺炎什麼 不開啦 他跳的時候 有設立數很多 對 那邊要爆炸 對啊 OKOK,日月洞 那這個很早 很早 現在它沒開 開的可以去那邊看看 好,好,再見 好,好,拜拜 好啦 我走到望月亭這邊了 然後現在就從這裡 再回去這個日月洞 好,剛才那個 那位大哥 其實應該叫阿伯 這個年紀也蠻大的 這個這樣爬 這邊很陡耶 他能這樣爬 也不錯喔 這個 人啊 如果說退休以後 一定要常常運動 千萬 千千萬不要說你退休後 那個每天在家裡 那個走得很快 這個很多的案例 不是生病 就是很快就走了 真的要運動 常常運動 附近家裡爬爬山啊 還是 飯後 附近公園走走都好 身體健康非常重要 唉唷 發現一個蜜蜂 蜂草 這個蜜蜂都不見啦 都飛出去了 剩下一個它的草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又到這裡啦 這一塊 什麼王山石這裡 這裡喔 我覺得很好奇 它這個 沒有看到喇叭 但是卻可以播放一些什麼佛樂之類的 其實到底它是怎麼弄的 它也沒有電啊 有沒有 然後它播又播不完整 播一小段又停 播一小段又停 好奇怪喔 看不到電線 那也沒有太陽能源版 為什麼會播呢 這裡有一個 這邊 播什麼 往生淨土 宵夜站往生淨土的 什麼 陀螺泥 播一下又沒了 不知道是那一根 那一根竹子那邊有蹊蹺還是怎樣 沒看到電線啊 那你用電池的話 這個會耗電會耗完吧 然後前面也有 前面在播觀世音菩薩的 我以為那邊有人在播 也是沒有人啊 應該不是我幻聽啦 但這開玩笑的 這個一定是有裝那個裝置 播放的裝置 這也是巨岩喔 很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我剛才還以為那邊有山路 奇怪喔 好奇怪的 好奇怪的科技啊 看不到喇叭 然後 沒看到電線 然後 有聲音這樣 很厲害 好了 這個 趕快下山吧 回到這邊啦 簡單看一下 這邊就是 廣照禪寺 然後那邊有一個聲音在叫 有沒有那個就是松鼠啦 碰氣 碰氣 台語叫碰氣 叫聲 叫聲 我們可以從高處 簡單看 今天就沒有辦法看裡面了 然後裡面的樣子 就是要看我以前的影片啊 看我有沒有箱在裡面 這大概就這樣 那個洞穴就在那裡 然後 我們待會要回到那邊 那邊是 什麼沙石水泥場之類的 浴瓣場 什麼 那從那邊 離開 好 那今天這個日月洞的一個旅程 就分享到這 很可惜喔 沒有辦法進去看 以後有機會再說啦 那就祝福大家 諸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走 撫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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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